伊拉克政府官员昨天说 自去年底以来 安巴尔省的两座重要的城市 拉玛迪和费鲁捷的大部分的地区 已经被基地组织 伊拉克分支占领 他们攻占警察局释放囚犯 并且同部族武装爆发激烈的冲突 已经有数十人在冲突当中丧生 拉玛迪和费鲁捷是逊尼派主要的聚集区 当地居民和民众经常发起示威活动 抗议实业派主导的政府 压制逊尼派族群 为了缓和局势 马利基上周宣布 从安巴尔省的一些城市 撤出安全部队 但是基地组织随后趁乱闯入 目前马利基已经撤销了撤军决定 并且向当地增派部队